新華社報導2月13日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准 軍隊再增派2600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 抗擊新冠肺炎的疫情 此次前去的人員將參照武漢火神山醫院的運作模式 承擔武漢市泰康同志醫院 湖北省府有保健院光河遠區抗診患者的醫療救治任務 這次抽調的醫療力量來自多個部隊的醫療單位 他們將根據醫院的容量和建設進度 分階段分批投入支援 首批1400人移於今天抵達武漢 並計劃在第一時間展開相關的醫療救治工作 自至目前為止 軍隊總共派出3批一共4000多名醫護人員 前往武漢支援抗擊新冠肺炎的疫情